我已經在新聞 已經一二再再三的表示說 我就是做好台中市長 然後呢 我不會去參選總統 我也不會去搭配選副總統 謝謝你 我要思考做行政議長嗎 陳正憲長 跟你說不到 那一項很重要 跟我們做來做了 我們盧市長是不是有機會 空間很高 我也希望說 市政報告 我希望每年不要看到你的名字 阿 文維問你 請問你啦 你會不會 想選總統啦 這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 市長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你的民調那麼高 聽說你的看好度是百分之八十耶 市長 你要打破一下嗎 市長打破一下啦 保護市長打破一下 市長打破一下 市長打破一下 那是很重要的 好啦 沒關係 那個市長你怎麼想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只是留在台中 好好的把這四年 該做的重大建設 當然 因為大家想說 你不論是在中台灣 治理聯盟或是 擬立聯盟 大家要猜測 但是啊 你一定有夢想想選總統 所以啊 還是入閣啦 所以這個東西啊 你剛才非常明確的答覆了 你要北漂嗎 副總統你剛才有講完 行政議長 因為你說的這個 我今天明年看不到 這個報告了 明年看不到你要來完成 你如果做行政議長有機會的時候 要去來完成喔 不用笑啦 真的啦 因為這也是我們台東人的嫁頭啊 對不對 這也是我們台東人的驕傲嘛 因為這有可能 明年多 我們的市政報告可能市長也換名 也不一定啦 但是啊囉 我還是要去畫 要演什麼 我們希望說啊 在這一次的國防 我們突破 喔 我們連政經就來列入到我們的房災 演習裡面 喔 這很好 但是啊囉 這個行政議長啊 剛才市議長有 其實 他沒有說賣啦 他如果賣他會說 喔 但是我們看到他的態度 喔 這也是我們的驕傲啦 喔 啊未來 你是我們台東人的才華的 喔 也希望市長 拜託一下 喔 未來啊 真的有機會去到中央了喔 你敢知道這幾年 中央對我們的 會不會說話 喔 你還要記得 有機會去做行政議長啊 那一些主委 拿一些回來啦 喔 他如果有理想說 來稱帝可能會條 他太順座了啦 喔 台灣要團結 喔 不管我們台東的未來啊 市長這點 做得到啦 喔 真的有機會去做行政議長 喔 喔 柯文哲當時市長 我們也有機會叫 盧秀燕來做啊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反對啊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 來推翻民進黨耶 我們是希望說 台灣國家好耶 喔 喔 剛才有問到說 我們柯文哲來做了囉 喔 我們盧秀燕是不是有機會 空間很高的啦 喔 因為我覺得說 這個沒有什麼 最主要就是說 我也希望說 市政報告 我希望每年不要看到你的名字 啦 我們勇敢為我們台東人拼 你絕對不是為了 你自己拼 喔 這也是我們的期待啦 這才拜託好不好 好財不好 我來送去訓練啦 你剛才說經費的增加 我想大家都知道 新町的棒球場 起三倍 3.5億變12億 台南的捷運 758億變5千億 對 5千億喔 那個是 從758億變5千億喔 那要過完期啦 我們現在說我們自己計好了 所以台中期 我們其實真的是核實 核實在計算 我今天講的算客氣的 雞蛋是台中市民的期待 大家希望雞蛋經濟後 一直延遲 盧市長也是 在他的 政見啊 一直說什麼時候會完成 什麼時候會完成 站在在野黨 樂觀騎乘 快點把他蓋好 可是從頭到現在 從專案報告到現在 講得不清不楚 不知道為什麼 在專案報告 專案報告的部分啊 只有最佳52% 52%的34億 到剛好將近100億 這個東西啊 你提出來的 這108年到現在的物質上漲 才25% 你們既然 賣了52% 照說 25%是只有18億 當然你們的數字 像你真的要補充說明啊 哪裡哪裡哪裡 都是需要 三十幾億 接下來 在專案報告 這個 當初啊 為什麼沒有講到 以後的營運啊 是哪一個 VOT 還是 一個練個方式 就是我們的 ROT 當初 當初 昨天報告為什麼不講 到 審議算的時候 才提出這個 我們蓋的只是 一個 空殼啊 季蛋的空殼啦 既然蛋黃蛋白都沒有啦 只是空殼啦 空殼子啦 欸 我站在我們議會 我想是政府 太呼嚨了啦 真的都沒有 好好的規劃 三個單位 體育局 都發局 我現在說 現在只是執行單位 移動局 他在運動啊 他是 運動選手 來蓋個 忌蛋 這個也不合乎 常情吧 三個局數啊 要 扶一個蛋 好像 離開開 講也講不清楚 為什麼 昨天報告也不報告 預算的時候 拿出來說 我們以後都是委外 因為我們在議會啊 這尊重你們市政府的資料 結果你們的資料都不完全 講得粒粒粒 那個市長 你有感覺我們現在忌憚 我們不是反對忌憚的完成的推動喔 你夠可惜 你力力力 講也講不清楚 欸一百多億耶 這個東西關係到我們 台中市政府 人民的納稅錢 身為一個市長 你不覺得你們所有的 還有其事 講也很不清楚 為什麼 昨天報告說都沒有講到 我們委外要怎麼處理 市長你們來答應一下 我們每一大都很關心 志誕 來講市長報告 你不要再講了 你講太多了 補高議員 口財不好 我來送去訓練 不然現在給我講講 你的資料不夠 跟議員報告 你剛才說 經費的增加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際因素 然後可別來聽 所以你看 新町的棒球場 起三倍 3.5億 變10億 台南的捷運 758億 變5千億 對 5千億 從758億 變5千億 要過完期 我們現在說 我們自己的資料好了 所以台中期 我們其實真的是 核實 核實在計算 當然 現在如果 再沒有辦法 去把它 去重新調整 預算上不上 你要再去 我今天還在 我今天講的算客氣的 你電價代漲 你這鋼鐵廠會不會漲 市長 一定 主要的原料一定大漲 今天的漲價 我們都OK 你們的資料都打不穩 我啊 去年電價漲了8點幾趴 接下來前年 接下來又要漲11趴 等於漲了錢會漲20趴 我們昨天報告 不要把那個全部的都講清楚 所以 我現在不是 漲價多少錢的問題 所以我第一點給你解釋說 為什麼會 要增加預算 第二個 增加預算 我們都知道 你們所細 所有的講的都不完全 像我們的機場 機場的第二行巷 它的內裝 還有營運 也都是另外一個標啊 不要做到別人 國歷史前博物館的活動中心 學人宿舍 我們的機場 空殼子 我們不能公開啦 這個 不要提到別人 我們講自己的 講